大家好,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毛孔粗大怎么修复 毛孔粗大一般有毛孔堵塞、油脂分泌过多、皮肤脑化等原因 毛孔粗大怎么修复呢? 1.认真做好每日的卸妆和清洁工作 定期去除面部角质 排除油脂及污垢 防止毛孔堵塞造成毛孔粗大 2.补充水分 提升保湿度与角质层抵抗力 让肌肤达到水油平衡、减少油脂分泌 3.皮肤松弛老化 使用具有抗衰老、紧致肌肤、高营养、滋润成分的护肤产品进行护理 4.使用收缩水 在清洁完毛孔池及时使用收缩水进行调理 需要长期坚持使用 以上就是毛孔粗大时的具体修复方法